大家好,又是講轉會評論的時候 最近最當旺的就是曼聯 當然就是要講曼聯的轉會 前陣子就講了舒一斯這個前鋒球員 今天就輪到買中堅 很明顯看到曼聯希望計劃在美國之旅之前 就用大概一億以內的資金 來去盡快簽得兩個球員幫助 有多點時間去準備進入季前的熱身賽 之前也解釋過,因為前鋒線方面 都有不少球員離開 上季都看到用到密湯紋尼去串演中鋒的位置 所以都要買中鋒 來到中堅的位置其實都是一樣的 上一季有個很大的藉口 不去練習後場短傳連結 是因為馬天尼斯受傷 另外一些中堅也保持受傷 聽說曼聯的醫療團隊出了技術上的問題 很多很低級的失誤出現了 導致曼聯有長期的傷兵潮 我想他們都需要正視 而且也看到後防線正在老化 有些球員都應該要套演 例如蓮達露夫、墨姦 就算套演不到 沒理由繼續用伊雲斯 長遠都不是辦法 結果要幫後防線年輕化 也是當務之急 所以一直傳出和曼聯有關係的中堅 都是一些年輕球員 包括來自愛華頓的巴夫偉志 達烈志 還有我們今天說的是 樂實轉會過來曼聯的18歲中堅 約羅 待會我會解釋 為何選擇約羅 而不選達力志 或者巴夫偉志 其實這個約羅很快 已經受到歐洲頂級的球會關注 另一個想和曼聯咬手瓜的球會 就是王家馬德里 但是王家馬德里 就站得很硬 他們說大概2500萬歐元 沒得多 如果要求貴過這個價錢 他們就會放棄 或者直接等這個球員到2025年 才免費轉會 但是曼聯就肯用 超過5000萬歐元的價錢 來收購他 到底為什麼呢? 又明不明智呢? 為什麼王馬站得這麼硬呢? 這個球員其實是否有問題呢? 曼聯是否做了水魚又買貴貨呢? 今天就會慢慢詳細和大家否釋 首先 關於這個球員 大家應該都知道 18歲仔 法國籍 打了李爾兩季 上季才正式 就是長期擔當正選 但是表現就立即令人感到驚訝 大放異彩 我想大家也聽過坊間所說的一堆數據 例如最明顯看到的 就是歐洲五大聯賽當中唯一一位 空中和地面對抗成功率都超過六成 而且傳送成功率超過九成的U23後衛 即是說最年輕那一堆 最有潛質那一堆人 對方來說 他就是排第一 Number One 可以說得上是最有前途的後衛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剛剛所說的三項數據 有些水分 我會詳細和大家慢慢拆解 首先說傳送數據 沒錯 真是去到94% 這麼厲害 而你看到他用波的技巧 傳送的技巧 其實都真的不錯 但是大家需要留意 就是為什麼他能夠有這麼高的命中率 就是因為他的後場組織 通常都是很短 以及是偏向非常穩陣那一隻去做的 所以其實他的傳送是不夠侵略性的 他不夠多向前傳送的次數和膽識 他斬長傳的技術都算不錯 但是他比較少做的 環傳居多 所以向前傳送的次數未少 不過都要跟他說回 就是你以前的高點就不夠 所以他向前斬高波作用不大 通常他斬高波都是轉邊那一隻 而且他斬技術上也有幾種方法 例如側這個波底也有 這個內彎也有 所以說到美國技術就不用擔心 只不過就是他 需要不需要這樣做 或者他夠不夠膽這樣做 接下來就要看萬聯教練團隊如何開發他 18歲就一定開發到的 問題就是會不會開發 例如就好像尼奧菲迪南 初初去到萬聯的時候 堅尼都教他 為你多些向前傳送 向中路傳送 不要只是橫傳 現在的若羅 問題就是他都挺穩陣的 用波技術都夠了 是不夠膽 就是很多橫傳 不過我認為問題就不是很大 應該不會這麼快看到有問題 事關他身邊的馬天尼斯傳送 就很有侵略性 結果呢 都是可以拉上補一下和他補到 他最重要就是做到穩定的後巡短傳連結 不會掉不會失 那都是可以大大提升到萬聯的穩定性 說到穩定性 有一樣東西很穩定的 就是AI 人工智能 經常都幫到你 全香港第一槓AI審批貸款的 X-Vollet App 已經全面升級了 出了新的廣告 用美女Mandy Tam 做女主角X-Vollet App 除了有X現金AI貸款之外 還有大壓市人貸款 結餘轉戶和先買後負 而且我還幫大家爭取到加碼優惠 新客戶 現在用我的優惠碼 HW1300 申請X現金AI貸款 批不批到都好 都立即先送你100元XPay電子現金券 確認貸款合約 就再送你高達1200元獎賞 優惠期到8月31日 快點在下面info box的連結 按進去研究一下 講到這裡 你又會問 現在後衛經常都要求要用波 用腳 用技術 後衛最重要是防守 這條年輕人防守行不行 那我們就開始講防守 先講一些硬件 速度如何呢 速度快 二次加速都不錯 長期的加速耐力也不錯 所以他回來 跑回來 去做攔截都很多時候是成功的 而且你看到他的覆蓋率很高 所以他不用靠打5個後衛去幫他 他是雙中堅的人選 很適合坦克格的4後衛模式 至於防守風格方面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 他很多關鍵的攔截 都是跑回來的時候做的 但是我們很少看到 他上去搶的 上去攔截 或者得住對方 那你就會問 咦 是不是他這方面 有顯著的弱點 那我就會說 不是 只不過是防守風格有所不同 剛剛講的那些動作 很多時候是馬天尼斯做出來的 所以又不需要買一個 在這方面的風格很相似的中堅 應該買一個不同的中堅 就好像我講曼聯的前鋒 賀倫是一個向前的前鋒 而新買的舒一斯是一個向後的前鋒 這樣就有不同的風格 而曼聯的馬天尼斯是一個向前的中堅 而這個弱羅是一個向後的中堅 就好像以前的賈拿華路向前搶 尼斯達就向後包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買弱羅去搭著馬天尼斯 就是卡牌 那有很多關鍵籃子跑回去做 那等到對的時機才伸出腳 那所以 其實你會發現 他出腳的比率是不高 但是他成功率就很高 甚至有時候我們看到他根本完全不用出腳 就是迫到對方落到死位、波歐,硬令對方脫掉 不需要怎樣,是硬來的 我們都見過他一路退後一路看著比賽的環境 而是在狹窄空間封鎖了安巴比,令安巴比起不了速 這個藥羅防守反擊都算是強項 很適合大球盤去打 我們可以看到他出腳攔截的數據不是很多 但他經常能做到高效的防守 而且很少犯規,就有賴於他閱讀球賽的能力 預判能力和位置感良好 冷靜不出腳,吃到好位,逼對方犯錯 再協助手轉攻,就是他的防守風格 他不是亂出腳,亦不是亂解圍那種人 雖然他柔韌性不錯,兩隻腳解圍技巧都不錯 做了一些很高難度的解圍 但他非必要都不解圍 是偷了球給自己用 再交給隊友,去成為自己的攻勢 而他18歲就有這種視野和足球智慧都蠻驚人 年紀輕輕可以幫助隊友 變成有時候我們買球員貴 就未必是想買他的硬件 而是要買他的軟件才會這麼貴 而講到這裡,你更加會明白 為什麼不是買達力志,而是買這個藥羅 雖然有些報道說是因為拜仁那邊的球迷反對 就是球會出售達力志 但是你會看回曼聯的角度上 其實真的選藥羅會好些 達力志的問題就是他的風格和馬天尼斯都有點相似 都是過於侵略性的 就不是玩包底冷靜那種 而巴夫偉志就是用波 不過組織後場來說就是一般 所以選擇起來三選一 當然是選藥羅 藥羅是右腳的 馬天尼斯是左腳的 而且兩個都快的 也適合世坦克的攻守轉換風格 馬天尼斯是侵略性的 藥羅冷靜派包底 一顆一顆就很好的結合 其實這個組合也是令我想起 就是阿仙奴那邊的組合 加比爾是狂野派來的 薩列巴是包底派來的 兩個就是一個很不錯的組合 所以其實在薩列巴買回來 再借回去發甲那幾年的期間 我一直都在等著 加比爾搭著薩列巴 這個就是來到阿仙奴裡面 幫忙防守的組合 一早已經說了很期待這個組合 結果上季是修盛期了 看來曼聯也是想複製 就是阿仙奴的這個成果 講到這個藥羅這麼冷靜 又能夠手轉攻 閱讀球賽能力又好 看看是不是雲迪克 像雲迪克 有雲迪克的影子 雲迪克也是難節數據不多 但高效防守球員來的 那是不是新雲迪克呢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不是 因為若羅有個弱點 就是他不是空中霸王 雲迪克就是空中霸王 這方面若羅就遠遠不及 雲迪克無論是空中起跳的真頂次數 還是成功的空中對抗次數 都是世界第一 但若羅空中跳起真頂 比起這個世界頂尖的雲迪克來說 還是少了一半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看到若羅都有頂上功夫 有頭錘入球能力 空中對抗成功率也有六成 是很不錯的 是用到他自己1.90的身高和天分 但是為什麼空中真霸上高 他是差一段 經過了我仔細研究之後 我發現 兩邊斬下來的球 無論進攻防守 他在洞察力和觸角上高 還是挺不錯的 但是去到龍門球斬過來 正面很遠很高的球 但是他很多時候不敢跳起真頂 而且這方面的時間 他很多時候爭輸了 原因是兩邊斬過來 時間很短 他就靠足各天分 就可以贏到人 但是正面很遠很高 你長期跟前鋒對抗 這方面你就會看到 他的問題就是不是很大隻 雲迪克那些很大隻 你真的忍不住 所以若羅在這方面的時間 身形就輸蝕了 就不夠膽跟別人爭頂 他反而會選擇 就是嘗試裸位多過跳起 那就不像雲迪克 所以他更加像 就是剛剛提合過的 是沙裂霸 沙裂霸 也不算很強壯 都是裸位派 包底冷靜型 所以大家也會想到 一些正面來的高波對抗上高 無論是馬天尼斯還是沙裂巴 都有先天性的弱點 一個是不夠大隻 上身對抗 一個是不夠高的 或者是會成為 一些中路高波的搶點 第一點上高 萬聯會比較舒適 不過到現在來說 你問我 都不太擔心 兩邊橫出球的問題 因為到兩邊橫出球 這個 薩裂霸 這個若羅 就是可以用觸角去解圍 這樣的問題就不太大 最主要就是龍門球打過來 很高的那些球 如果有個好的 派牌防守中場做屏障的話 這些也是有機會 可以慢慢把問題減低 不過這方面都要想 因為派牌防守中場屏障位來說 卡斯米露就老 這個安拉伯就矮 所以也沒有人選 可以幫到這一方面的問題 講到這樣 你就會問 什麼時候可以去到沙裂巴的高度 他跟沙裂巴有多遠的距離 那就有兩個明顯的問題 是令到藥羅 暫時未可以去到沙裂巴的境界 第一就是單對單防守能力 未算很好 而且呢 是差一點對抗性和平衡力 他雖然有不錯的預判能力 但是單對單防守的路數就未算很夠 都是經驗值的問題 如果去到英超 對著很頂尖的進攻球員 他會有機會暴露不夠經驗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到在發甲當中 他有機會是被一些比較高級數的防守能力 扭到他跌低了 這些都是經驗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他雖然都很夠膽向前推進融波 技術都是挺好的 但是在這方面他的成功率就不算高 他選擇推進的時機 變成我們也是看得到是不夠經驗 是為什麼不夠經驗化呢 他是信心過大 太有自信了 就是很勇於冒險 過兩關都推那種 雖然有時候他都做到的 但是一壓汗的 而且呢 就是無可避免地會有少少因為這樣 而導致一些嚴重失誤給別人 就是拿到一些機會 例如一些半送禮的問題 打發甲在里爾有這些事 就未必很大問題 就是失了勢 失了控球權給別人 那未必會有很多人去罵很多人去說 導致輸球也不會上頭條 但是你踢萬聯就是會的 會上頭條 會不停被人罵的 講到這裡也引申了多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有沒有留意我剛剛講過 他向前傳送呢 他就不是說很夠膽 但是他向前推呢 就太過大膽了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 是不是矛盾呢 其實不是矛盾 其實也是反映著一件事 就是他進攻視野就真的一般 他預判對方進攻呢 他就不錯 但是在進攻後場組織 以至上到前場的過程當中 他的選擇視野就一般 就是他找到隊友再交球的能力 一般 而他看不到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要強行自己推 所以不是說來到萬聯要限制他 不要這麼大膽推 而是要擴闊他的視野 教識他呢 有時候你不推可以教 只要你向前交到一個漂亮球 給到防中的話 你就不用強行自己推上他的防中位那裡 這裏呢 就是他和沙烈巴的距離 他需要在這方面下苦工的 他是有個波底技術在這裡 他有傳送技巧 所以他只是差一點視野 擴闊這方面的能力 我相信他就大躍進了 可以成為一個頂尖的防守球員 那當然他18歲來的 應該是可以進步的 但是講到這裡 可能你會問他還是18歲 那沙烈巴還是到20歲 21歲才開始成熟 那這幾年的期間 他打英超 會不會受到很大的批評 而反而折礙了他的進步 打擊了他的自信 擾亂了他的成長 會不會這樣呢 我又會告訴你 真的有機會 所以 又是首尾呼應解釋之前 為什麼王馬 死都只肯給2500萬 就不肯給多 或者呢 王馬是等多一年 等免費轉會 都不肯給多 原因就是 當年阿仙奴同樣 都是大約用2500萬 歐元去買沙烈巴 再馬上把沙烈巴送回發甲 找幾年經驗 存回幾年 學費一路觀察著他 發現他終於都準備好了 才是進他回來打英超 打英超的第一季 就立即大放異彩了 不需要有什麼成長的問題 所以王馬就是擔心 其實他還需要存經驗 結果呢 都是不會這麼貴去買他 或者就算要 還是等一等他 而曼聯就等不及了 真的很急切 要一個年輕人的中堅去用 就要用貴一點的價錢 就贏了王馬去收購他回來 這裏就會變了有風險 至於風險有多大 而這個藥羅去到未來 有沒有機會超越沙烈巴呢 這方面就留待會員的片尾彩蛋 繼續跟大家研究下去 記得支持做會員 Youtube這裏的免費區域 記得要多點給Like 多點留言 多點分享給朋友聽 這樣才可以幫到手 就是Channel的增長 多謝了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就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賽後平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 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 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 都只需要40港元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 再預測兩場準備開球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點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 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